本文数据均同花顺,分析,不构成操作建议,如自行操作,注意仓位控制和风险自负,护制早盘小幅高开后正当下挫,失手2900点。 创业版纸小幅低开后快速下下沙跌,虽有反弹抵抗,但随后再度跳水跌幅超1%,资金追捧低价股,分析人士称,低价也是一种优势。 在大盘回暖上升时,低价股的潜力往往会更大,截止股间收盘,库制跌于0.5%,创业版纸跌于1%,仅于59亿主力资金流入低价股却遭疯狂追破。 据远生投资统计,午后仅有三只个股的跌跌于大单,进额流入超一元,共息筹59亿大单跌跌于进额资金。 这样的数据相比于前几日相对逊色,虽然流入资金不多,但涨停的个股却高达61只。 大多都集中在低价股,两元股五只,三元股十只,四元股十五只,五到六元股十三只,也就是说超期成涨停的个股股价不足七元。 不难发现,近期,连半股基本都属于低位严重超跌的品种,最典型的就是41度蒸发掉九成的斯泰尔一气呵成八连板走腰,由此也激发了市场风向,迅速往低价股上扣拢,一大批低价垃圾股连拉涨停,如泰盛丰能,腾达建设,终结资源等等。 但日类缺乏暴力反弹的逻辑,实际谨慎,7月26日涨幅均前个股,有色金属电子流出资金,多39股遭一元抛售,主力抛售股方面,月升投资梳理后发现,近日的跌理大单金额流出,超出一亿的股票有39只,比昨天的24只有所增加,分别是中兴通讯,东方财富,罗牛山,天奇理业等。 更多数据可见下图,资金流出较多集中在有色金属,通讯电子板块等。 7月26日滴滴一大大金额流出超一元的个股,每日一朝,单根看着K线之,底部十字长,一,图形特征。 A,在下跌过程中出现,特别是在大幅下跌后更有实战意义。 B,由一根K线组成,上下影线很长,开盘下和收盘下,或者相同基本相同。 C,长十字星比一般的十字星见底信号较准确。 2,注意,A,长十字星的典型看涨组合,十字星组合成早晨之星,默契下跌三连因后出现底部长十字星。 B,长十字星的上下影线长是多空双方接战的结果,特别是股价有了较大跌幅后出现长十字星。 做多都能较强,应该大胆买入,等待上涨,特别是有其他看着K线形成共振和成交量放大时,更加应该买入,不然留下的只是后悔。 在A股市场要想获取更多利润,就需要更多投资策略及实战技巧。 小姐请关注热生投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